老师老公不爱学习怎么办呢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先让自己爱学习 所以我体会到了学习的好处 他为什么要跟着学 什么时候他体会到了学习的好处 他就跟着学了 因为他没体会到 我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当中 他也没有体会到我们学习得到的好处 而且 当你自己足够热爱学习的时候 你要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会发现他爱不爱学习 你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 因为你懂得了君子何而不通 就是我们总是想管别人 但实则你不需要管别人 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该管的 该修的唯有自己 我们总是想去管孩子啊 管员工啊 管爱人呢 通通都错了 当如果我们足够爱学习的时候 我们会影响到对方的 你要学会管自己 你要学会理别人 你看我们通常在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怎么说啊 嗯你也不理我 嗯他需要被理 他不需要被管 你该管的是自己 该理的是他人 所以当你懂得去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你发现他就变了 我相信跟过来一两年的朋友 对这个应该是深深深深深有体会了吧 就是我们以前总是想管他人 会让自己很累 会让他人很累 甚至想要逃跑 但是有一天 当我们自己开始去提升我们自己 管好我们自己的时候 你有空你离离他 多给他付出一点 你不用管他 他反而变好了 我明白了 嗯 所以你要把关注点回到自己身上